哈喽各位旅行者們大家好 我是華當仙 那麼白鱷與黑龍的第二幕已經開始了 那麼這部視頻會快速告訴你第二幕的任務玩法 以及關於活動武器 輔植之劍的一些新想法 那廢話不多說 正片開始 影片開始之前 還請點贊訂閱分享哦 那麼只要完成了第一幕的玩家 到點就會收到通知 讓你去觸發劇情 完成了劇情以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打活動的了 那麼第二幕活動的內容 是需要你去事件之地觸發機關 然後打一波怪就可以了 打完之後會給這次的活動素材 微光精粹 每次打完事件之地 都會給你150個微光精粹 然後地圖會標出 下一個事件之地的位置 很方便的 那麼關於活動劍的挑戰任務 就如圖所示 事件之地的任務是無限刷的 所以大家可以慢慢打 至於活動獎勵全部換完的話 我幫大家算過 總共需要3100個微光精粹 打21次事件之地 就可以全部拿滿哦 一般是40分鐘到1小時左右 就可以打完哦 如果時間有限的旅行者 建議先拿自己缺的 然後就是拿經驗書和錢 我自己第一個換的是 斧直龍水 因為這個道具是可以精煉 我們的活動劍的 那麼這把劍的話 我會弄滿來拿給我們的班尼特用 那麼是有以下幾個理由 首先第一個當然是因為它是免費 而且它是元素充能 班尼特本來它就是工具人 所以這個屬性跟它是特別搭 那麼對比起西風劍 西風劍我知道也是送的 它也是元素充能 但西風劍的技能是暴擊時 會有大概率加元素 但班尼特是堆生命的 它不會暴擊 所以這個的話就基本是沒什麼用的了 那麼另外就是技禮劍 那麼它也是元素充能 但是它的技能是大概率 重設1技能的CD 這對班尼特也是沒什麼用 因為班尼特的1技能CD已經夠短了 那麼才4秒而已 那麼相比之下 活動劍的技能是1的暴擊率 和暴擊傷害增加 那麼這個技能對班尼特來說 在剛剛提到的那3把4星充能單手劍裡面 它算是比較能用得到的了 那麼還有就是這把劍 可以通過這次活動課去到經練3 其他劍都是要抽的 那麼所以免費的玩家的話 我覺得還是挺推薦的 因為性價比蠻高的這把劍 那麼以上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 如果你覺得幫到你的話 記得給我點讚訂閱分享 我是黃大仙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